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首歌周深在726DY直播的时候就提到过 并演唱过一些 在电影导演协会年度表彰大会上免重新编曲完整的演绎 可以说是非常的圆满了 影视歌其实是血脉相连的 她的事业是从大宇这首歌开始逐渐升温 陪伴她很多艰难的日子 这也注定她与电影电视结缘 这首歌原版我也去听了 蔡琴老师这首歌真的很有韵味 很深情且气势红红的 特别适合主题曲的演唱情景 《真身再次演绎》是重新编曲过的 词曲及韵味都尊重原作 用的也是原key 在第一段演唱的时候减少了弦乐 主要是要用钢琴 语气像是在诉说着故事和感谢 第二段加入到弦乐和一些重点的古典 加重感情的渲染 编曲更加流行 适用于影写表彰会的场合 和她自己对于电影观众的身份定位 也凸显了深深中低音圆润美妙的音色 和自然流畅的声音转换 以及情感传递 能够感受到深深在不断的完善 五到六组音域音色的同时 最近也更多尝试中低音区的演绎 气息更加的稳而流畅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魅力 我觉得我非常的佩服周深的一点就是 她总是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 很平凡 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就说最近的一些采访中吧 有人夸她是大明星 是小周老板 她说她就是歌手周深 在影鞋的这个活动上 她将自己定位为 众多电影观众的议员 谈到以后是否可以和更多的电影作品合作 她说如果可以 当然希望有更多的合作了 如果没有 她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好电影作品 也正因如此 她的心态很稳 走得很扎实 就是为每一个舞台认真准备 倾尽全力 所以她的舞台能够打动人心 能够一首一首唱来这么多的声音 再次repose深深 在演唱以后的说的一番话 着实让人感动啊 有不少的人已经写过了 我就不赘述了 说一个细节吧 演唱完毕 她鞠躬有大概五秒的时间 能够感受到的是 她演唱后感情的自然流露 非常契合本场主题 依旧滚烫 表达了她对在疫情之下 依然坚持电影行业工作人的 致敬以及感谢 我看到一个饭拍中啊 歌曲建奏和演唱完毕 台下的导演和演员的纷纷鼓掌 我相信这个表演不仅是生米 在场的观众和直播 收看的观众 也都或多或少的有被感动到 词写的很好 唱的也很好 改编的后端也有自己的特色 最近最好听的歌曲之一 不是最好听 是走不出去了 完了 这是本年度第二首走不出去的歌 再追加一次补充 我今天听了蔡琴 毛阿敏 苏诗丁 朱华 李文版本 又重新的听回周深 不要因为他年轻而小看他 他能打动我 等他成为大家之后 再回头评价吧 另外上一首是起风了 周深说从前宅在家的时候 除了唱歌就是看电影 他唱这首歌的时候 真的是满满的对电影人的 诚意的爱和支持 选歌选的非常的契合 具体环境 此外没有想到他的中低音 竟然也非常的好听 太爱了 这才是歌手吧 无论唱什么都不在话下 希望深深发展越来越好 我能听到他的更多更好的歌 时光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